你從氣氛上的改變 或者說造型上的改變 你單單一個景就已經有千變萬化的機會了 那如果這樣的話 是不是比較讓人家會有真情實感 也看到這個地方跟那個地方完全是不一樣的 你不能用代工事的方式 所以我也主張說 繪畫這些東西還是有自己的主張 在筆墨之外你有自己很多的理想 要開創 要新 就是可能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不同的面貌 有他們獨特的風貌 這個應該就比較重要了 在練小學的時候 可能對繪畫已經開始有興趣 所以第一位就碰到了張漢兵老師 因為張老師住我們附近 所以一放假有空 他就說到我家來畫畫 就允許了一些興趣會越來越濃厚 進了藝專以後就比較專注在水墨創作 所以到現在我還是覺得說 以繪畫創作的歷程 配合寫生 它可以取自於在大自然裡面的景物 來奠定自己在繪畫上的一些 應具備的一些條件 所以大概走的路子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摸墨是一個靜心的工作 因為在繪畫的時候你要靜心 你要慢慢磨 從逆時中方向磨的時候 好像氣把它收回到身上 所以我覺得墨我必須講究 摸筆非常重要 我覺得摸筆才真正能夠表現一個人的個性 這支筆用在你的手上 每一位他的個性比較剛強的 還有比較柔柔的 比較柔美的 他完全表現出來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說 傳統繪畫中這個毛筆 他本來就是表現一位畫家的心性 他很重要的一個 等於說藉的毛筆 表現了他個人的一些個性 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到處理由寫生這段期間 慢慢的就體會到 好像人 尤其畫畫的人 跟著大地還是有緣分的 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你沒有緣分你看不到美景 就是很奇特的一個記憶 所以綜合了這麼多次的一個經驗以後 後來我的展覽我就把它定名為 叫做大地情緣 緣是說緣分 沒有緣分你可能看不到美景 而不是叫做大地情懷 而不是用大地情緣來作為 我在往後創作上的一個想法 我也這麼想 因為如果說大地有靈的話 他會感受到 有這麼多的藝術家來訪 當你來訪的時候 你畫他 他整個這個山林景茂 全部都會出現 他也會希望你這些畫家 能夠多來 然後把我的美景 把我的最好的一面 能夠呈現到世人身上 所以我一直沿用的這個大地情緣 主要就是說 體會到多年來在大地山川 名勝古蹟到這去走以後 這種深深的一個體會 其實年齡不是問題 我覺得身體它最重要了 所以掌握重要的時間 自己的體力想的時候 趕快好畫 比較重要 也就是在繪畫創作 每一位都想說能夠創新 能夠在繪畫上留下一點好的足跡吧 但能不能怎麼樣就盡力而為就好 也不會想到說一定會達到什麼程度 但是我覺得我就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也從這個角度去作為創作的一個參考 大概會這樣去試看看 盡力而為 而對 我常常患者 我常見你 他有報應 可能 我沒說 我常見你 我常見你